第九单元 感受人生 第二十五课 给自己加满水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听说你去爬华山了 够刺激吧 没错 有些地方山路非常窄 吓得我腿直发抖 女的爬山时感觉怎么样 二 刘教授的讲座是明天下午几点 本来定的是两点半 临时又通知 说改在三点了 关于那个讲座 下列哪项正确 我们运气真好 海面风平浪静 风情多美啊 是啊 临出门时 我还担心会运船呢 关于女的 可以知道什么 四 早上起来时 突然感觉脑子特别晕 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 就摔倒了 那后来怎么样了 您这个毛病可得好好查查了 男的为什么摔倒了 五 老师让你把作文再检查一下 上面还有标点错误 好的 我现在就看 老师觉得 作文还有什么问题 六 听说你选刘洪老师做你的导师了 是的 刘教授很有学问 分析问题也很透彻 就是有点严肃 男的觉得刘教授怎么样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七 您选的这两套房子互形很相似 只是面积相差了二十多平米 房屋质量怎么样 这个绝对有保证 我建议您买大一点的那套 住着更舒服 大的是好 就是这个价格我有点承受不了 女的觉得 男的推荐的房子怎么样 八 昨晚的风实在太大了 顶着风都走不动路了 我们家对面楼上的广告牌 都让风给刮下来了 太可怕了 没砸着人吧 幸亏没有人 不过警察消防都来了 关于昨晚的风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九 擦地时 在电视柜下面 发现了你的口红 我说哪儿去了 怎么滚到那里去了 去问你的宝贝儿子吧 昨天 幼儿园老师 叫他们画一幅妈妈的画 哦 我说呢 画上红嘴唇的颜色 怎么那么像我口红的颜色 女的的口红是在哪儿找到的 这个瓶子 每次你盖上后 谁都打不开 我来帮你 以后你盖上时 别太使劲了 我没有使多大的劲 是瓶口 沾上了蜂蜜 女的认为 打不开瓶子的原因是什么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古时候 有个士兵 在一次战斗中 腿部中了一件 疼得要命 军官请了一位外科医生 来给他治伤 医生看后说 这个不难 就拿出一把剪子 把漏在外面的剑杆 剪掉了 然后要了手术费 就要走 士兵着急地说 剪掉剑杆 谁不会呀 我要你拔出 射进肉里的剑头 医生摇摇头说 外科的事 我已做完了 挖掉肉里的剑头 那是内科的事 十一 关于那个士兵 可以知道什么 十二 关于那个医生 下列哪项正确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产品销售会上 销售情况极其令人失望 经理对负责销售的职员 大声责备道 我已经看够了 你们恶劣的工作表现 听够了你们的那些理由 如果你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会有人代替你们 卖出这些有价值的产品 然后他转身朝一名 新招聘来的职员 一个刚刚从足球队 退下来的球员说道 如果一支球队赢不了球 会怎么样呢 队员们都得被换掉 对吗 沉默了几秒钟后 这名前足球队员回答道 实际上 先生 如果整个队伍都有麻烦的话 我们通常只是换个新教练 十三 经理觉得销售人员的业绩怎么样 十四 经理问前足球队员的目的是什么